嘻嘻大家好 我是Yek 歡迎回到第30集的Attack of the V Team 對 第30集 你看看後面那一集 對 後面那一集是我們上一集說 要建一條圈給她的哥布林 這東西挺有趣 綠色的好像真的那些哥布林 各位 正好 這樣看著 挺有趣 但我現在想試一下我可不可以捉到她 首先這件事 使用薑繩當然是完全沒問題的 但我又想試一下 用Safari 安查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今天就把它變成Capture Mode 因為我沒有記錯 巫師Mob有些怪物 是不可以被Safari捉住的 但不知道這隻可以不可以的 先試一下 不走 嘻嘻 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可以再捉多幾隻 反正我記得這裡四個 四個都是有幾隻 至少 剛才我看過時有三四隻 但現在呢 剛好關掉了 那些聲音 因為這些的瀑布 那些大小聲 實在太吵了 所以呢 我就 Jungle Spider 嘻 這麼有趣 好 然後呢 還有 還有嗎 那一隻Bullin 我想要多幾隻也好 看一看 因為這段影片其實不是第一次拍的 其實拍了怎麼說呢 我在這個位置也不是 因為我去找的時候 我就拍了十多分鐘 但我覺得那十多分鐘實在太悶了 所以我就剷掉了 我重新再過 已經有三隻了 因為這部影片也比較難找 因為它在森林裡面才做到 所以待會給大家看一本書 我們就知道哪些是森林 因為呢 在Vitory裡面 我們先回答Vitory Vitory Vitory 對嗎 在Vitory裡面有一本書 叫做Books of Biomes 這個就是跟我們說 有哪些是屬於Forest 有哪些是屬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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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東西 應該有多幾隻在這裡 對了 是這樣的情況 我便知道這個叫做 Sacred Spring 會有一個不錯的機器 可以找到這些角落 所以 這個Sacred Spring 也是屬於深暗的一部分 所以應該找到角落 我又覺得這個擺音挺漂亮的 其實你到處看看 我先把Vitory更加高一點 因為 我在那邊 我懷疑那邊有些Vlog 是真的有問題 因為呢 我不是在錄影的時候 現在錄影時 我已經有40fps 但是呢 我不是在錄影的時候 我的FPS 在這個位置 Sacred Spring 就算有那麼多聲音 那麼多水 都流過來 也好 我平時也有140多個FPS 所以我懷疑是那邊的問題 因為那邊我就算 不是在錄影時 我只剩下30fps 所以我覺得 有點奇怪 還有沒有那部 沒有 算沒有 我們就回去了 因為原本 我已經設置了一個Drop Trap 即是一個跌下去 下面有水 就不會跌死的一個洞 就讓它們下去 那現在應該不用了 OK 沒有 那我現在呢 拿來把掃把 掃把掃在哪裏 我記得是在這個位置 掃把掃 parap 隨便 可以用這把掃把掃嫌 現在我已經習慣了 如果使用這把掃帽子,我覺得這把掃帽子比我們平時的飛行更快 你這樣看,你也會覺得是比平時的飛行更快 而且它很方便 除了你剛好回去時,有少許的阻礙之外 這樣應該都可以的 哎呀,好奇怪 那我先頂一頂,但它的開始高不遲 因為我最近的網上有點奇怪 最近我自己的上網有點奇怪 所以不知為何它經常都是這樣 對,MJ也在 看來MJ應該正在建造 我看見它好像在我家樓下建造 不知道在建造甚麼 那我們先不要誇張它 因為看看有甚麼好玩的東西 好,那我們就上來這邊 哎呀,我是不是應該要先打開聲音呢 剛才的位置 OK,哎呀 走啊走啊走啊 好,先打開聲音 然後再推出掃把掃把 OK,然後我們要去哪裡 啊,後面 對 然後我在後面也建造了一個Drop shaft 在這個位置 已經建造了一個Drop shaft 原本預計是被Gobalum掉下去 下面有水 大家看到下面有水 所以它掉下去不會受傷 然後它就落到這個村的位置 對,是不錯的 對,果然這個位置是有點問題的 看這邊沒事的 看這邊也不錯的 但你看過這邊 哎呀,就是這樣 我就不知道甚麼事 但我看過Console那裡 也不知道甚麼事 我們就調整它的影片設定 調整它做Shot 這樣不能走到那邊 所以情況會好很多 我們先關門 對,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布林放出來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布林放出來 看看它能否當成村 那能否當成村的一個criteria 就是它會不會開交易畫面 不過看來它應該也會的 它應該會開門 咦? 呃 咦? 是不是不當成村呢? 奇怪的 咦? 開不了的 應該呢? 因為我應該當成村 所以它應該會當成村 但是... 噢,對呀 對呀 沒有 沒有陽光 對呀,沒有陽光 它不會當成村 哎呀 失散了 所以應該也要弄一弄它 它才會當成村 或者我們可能要把這村 搬上地面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就看看可否給它一點陽光 首先就這樣 這樣挖上去 讓它好像平時的村民 因為村民都要認為有內面和外面 才是認為它是一個村莊 所以... 這些哥布林應該都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就... 可以試試這樣完全挖上去 我們先看看 對呀 我已經挖上來了 我想不用再切一切 就有一個天的位置 這樣就通了上天 看看它們怎麼看 過來吧 行不行 還是不行 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還是這些是... 還是這些是不會跟我們交易的哥布林 啊 對了 那是一隻不會交易的哥布林 就是說 我們要找這些深綠色的哥布林 不是那些青色的哥布林 我們就可以再挖東西 不是 可以交易的 然後我們可以吃這個位置 唉呀 它只有一格高 所以從這裡發現內份都可以 我們就有Cobo Dice Ducks 我終於沒俗賽 不是Cable Ducks 再加上Cobo Dice Nugget 再換上Cobo Dice Nugget 這些Cobo Dice 我稍後會教大家怎樣做這件事 好像蠻搞笑的 它好像不適應下面的路線 所以我們先把門口的路線剪掉 讓它覺得這個位置可以進入就可以了 我們稍後會做一些好好玩的東西 稍後會教大家看這個怎樣玩 我們會做Cobo Dice的Packet 以及Satchel of Goblin Creation 稍後就回來了 好 我們就回來了 然後我們就發現 有這些煤和Diamond和燒魚 都可以跟它交換Cobo Dice 我們就進來看看 為什麼三個人迫在同一家屋 我明明有這麼多監獄 你做的就不做 對了 這裡有些可以用Diamond來交換的東西 我們先看看 嘩 很燥 我們用了7個 然後呢 看看這個它沒有了 然後它會不會再重複呢 看看 沒有的 有有有有 這個就是用10個Cobo Dice Nugget 來交換它 這個不值 這個呢 先看看 用11條魚就可以交換它 看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看看它會不會有新的東西 這個好像真的好像村民一樣 然後我們就用21個Wid可以換一個Emerald 只要這個呢 就可以繼續不停地交換 這個不錯 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不停地交換 這堆這樣的東西 看看 對了 我們就先看看 啊 今天可以交換到14個 這個東西應該沒有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小麥 來再更新這個東西 這個時候 可以將這支變成Nugget 用狗的Nugget 就變成一個Nugget 大家都知道的 看看這裡有些什麼 這裡就是這個 這個沒什麼用 然後呢 這邊呢 這個就是換一個Port Chop 這個有用 它就可以用煤 看看 我們再放這個 看看 再這樣 然後呢 看看 它拿到20個出來 然後看看它有什麼新的東西 對了 OK 兩個 咦 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不停地換煤 這個東西 看看 它還可以繼續 再繼續吧 咦 還可以繼續 好 27顆的 哦 真棒 那就是說 我們之後呢 就可以用這個 來換回那個 Goblain Pration 出來 咦 呃 不會動的 咦 啊 會動的 哦 原來是剛才那幾顆 那就是說 啊 所以這隻東西 它只收到那麼多 它不收嗎 這裡 噢 對 這隻東西 所以呢 就嘗試給它兩顆的東西 然後呢 吹一次 按著看一看 因為它應該都OK的 看一看 對 那這裡就refresh了 那就是說呢 我們之後呢 就可以繼續 推翻這堆東西 OK 正 那就是說 咦 這樣 看一看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有25顆的 Coblade Dust 那就是說呢 我們再重複這個步驟一會 我們就可以換到那個 Coblade Dust Nugget 看看我們那個Coblade 怎麼樣 Coblade 看一看 看看 這個Nugget 和這些全部都不可以換 所以呢 我們就要看看這隻東西 可不可以幫我們 由Nugget 然後由Nugget 把它變成Inget 那我們呢 現在又有辦法 可以refresh到 Tray 那應該是OK的 那我們呢 就先設置一些東西 我們待會回來 再跟它再Tray 我們就看看 看看是怎樣 好 那就是更多更多的東西回來 你看到這裏 就有些煤 又有些小麥 還有一些金磚 可以讓我們換回我們原本的東西 那我們看看呢 原本那幾隻東西去了哪裏 首先呢 我們就找回那隻 換... 啊 換魚那隻 然後呢 就把它refresh Tray 對嗎 這次是這個Emerald 然後呢 看看 對嗎 這裡出來了 啊 還可以用羊毛換Emerald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 將它這樣換掉 看看先 燒魚再加 Tray OK 好 然後呢 再退後再退回來 然後呢 就可以用羊毛換 不過呢 既然我們有這麼多小麥 我們就用小麥換一個Emerald 然後再refresh它的膠液 好了 這樣就... 好像不行 那要多一個看一看 不要跳來跳去 好嗎 OK 那就要多一個 這樣就看看 看看有沒有反應 好像有反應 咦 也是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就要換這個羊毛 我們之後再算數吧 但是呢 我們跟著呢 還有哪裏呢 是不是這隻 這隻應該是換 和我們換的 對 我們就試一下把它換成一個Cobudite Dust 然後就是這樣 放下來 然後就有三個Cobudite 看看它會有什麼給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 沒有... 沒有... 它沒有... 有了 那就可以把這些Cobudite Dust 咦 這個便宜很多 再換一個高英格 那就可以變成兩個Cobudite Dust 那就是好很多 那就是呢 我們再找回賣煤的那個人 對嗎 然後我們再買多點煤給他 再買多點煤給他 OK 它不賣了 然後呢 我們再試一下 然後呢 它有一個附送的 所以呢 我們就試一下用這個附送來把它換回去 咦 為什麼用兩個Cobudite Nugget 咦 咦 它調轉了 咦 我們試一下附送一個這個 Emerald 那就可以繼續換回這個東西了 咦 為什麼附送的時候會懂得走 不是走 我明明跟你交易 喂 對了 我們就有四個Cobudite Nugget 那就換這個東西 看看先 剛剛好奇怪 好 那我們就 應該就是我們不停用煤 那就可以重新到這個附送的附送 好 那我們就看一看 OK 好 然後呢 再用這個附送的附送去換回頭 看看先 這樣 這個就沒有了 然後呢 我們就用這個時事先 Emerald 然後用多一個 看看這個有沒有用 要不然我們就可能要用那個Cobudite Nugget 咦 咦 去了哪裏嗎 不是這隻 這隻是給我們好好玩的那隻 真的給我們換的那隻 那這隻就不對 這隻也不是 那就是這邊這幾隻 因為呢 我去那邊Cycrispain 我們就再拆一拆 再拆多了幾隻出來 那就是現在呢 現在呢 有六隻的Gobulum 讓我們去用的 看看先 這隻不對 這隻也不對 現在那隻東西要去哪裏 躲在那裏 快出來 是不是你 喂 別走啊 躲在後面 出來 出來 喂 喂 喂 別這麼不乖 出來 否則 我拆了一棵樹 拆它出來 對 對 它在哪裏 糟了 找一找你 不是你 啊 是你 咦 它也是不肯 給我 看看可以怎樣 再拆多一點 對 今天就有些 木寶石了 看看它能否重新 這架 也是不肯 哎呀 怎麼辦呢 提示這邊呢 這邊的羊毛 應該都可以繼續 重新 不如呢 出去這個位置 拿些羊毛回來 先開門 但不要讓它們走 所以就關門 這樣呢 拿些羊毛出來 我記得不用 request 我記得這裡 現成就已經有些羊毛 在這裡 對 現成就有些羊毛 看看還有沒有多少少少的羊毛 嗯 羊毛 羊毛 對 沒有了 那我們就回來 我們就 可以去看看羊毛的交易 可不可以讓我們繼續交易 那些消遇 如果可以讓我們繼續交易 那些消遇 那當然好 我們就有一個非常好的辦法 去整形 我們就交易這個羊毛 那就應該會更新到 我們剛才的羊毛 看看 OK 噢噢噢 那我們就出來 是你嗎 對 對 然後呢 燒魚的羊毛 就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 再一次 哎呀 差一條羊毛 但我這裡又不能燒東西 那這裡呢 我們已經設定了一個羊毛 那就可以 讓我們這樣 很簡單的羊毛 圍著一些水 那就可以繼續 這樣去 這樣就會有羊毛 再等一會 遲些 就會有很多羊毛 出來了 嘖 差兩顆 可不可以 怎麼辦呢 它又好像 沒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我們 新鮮 看看 這個不行 這個10個可不可以 我便不要 去換掉 可不可以 就算 看看 這個用10個消遇 可不可以 可以換回 Amerald 出來 看看 不然我們便要用另一種 比較邪惡的方法 但是 我不是很想用那種方法 因為 遲些大家 如果可以 真的要用那種方法 大家便會知道 就是 還是不要說 哈哈 好了 那我們就 看看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我們嘗試把Amerald 再繼續 它會不會繼續 踩我 你會不會踩我 快點踩我 踩我 啊 它還是不踩我 怎麼辦呢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 可以在旁邊 凹凹 啊 不是啊 它可以這樣 咦 看看 有可能是 它的顯示出錯了 咦 噢 也是沒有 但是這個 是不是真的 咦 不是啊 這個寫著Nugget 都是變成Dust 咦 這麼奇怪 我們先摸摸另外的那些 看看這個是否是Bug 如果是Bug 我們便可以 繼續試試看 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看看 這個 然後 還有10個Nugget 這個不行 這個 再試一下 對呀 用Nugget 也可以用Dust 看看 然後 然後呢 它有沒有 它有沒有Unlock 啊 有 有Unlock 啊 你也是煤啊 正 我們便可以繼續這樣 換 正 繼續換 看看 我們可以盡量換到幾個 出來 我們便換幾個 因為呢 那些煤的 用量都應該用得很快 我們先試一下 這樣 然後你還有什麼 兩個Nugget 換一個Nugget 對嗎 這樣便可以繼續 然後呢 然後呢 你應該會重新這個 對嗎 這樣便可以繼續 交換東西給你了 好 今天便有21個Nugget 然後呢 再想辦法 怎樣可以把這些 變成一些比較有用的東西 咦 燒魚那個 對呀 這個燒魚應該是出來的 但我們還沒有魚 或者我們可以去Angie那裡拿魚 因為呢 如果大家沒有看到Angie的影片 就去看看吧 他做了一個燒魚機 這樣便可以大家去看看 我們便做一個 高Nugget 對 然後我們便找回那個 Hobgoblin 對這個 然後呢 嘗試這個 然後呢 看看會有什麼出來了 好 看看會有什麼出來了 出來 先看一看 我爺爺 他可以出現一個新的 Kobudice Ingrid 即是呢 我們這樣再繼續交換 待會 我們便可以跟到 Kobudice Ingrid 我們呢 我現在再交換一些東西 我稍後回來 做Kobudice Ingrid 要9個Kobudice 再加1個Emerald 這樣便很簡單 其實我們有 是相差這些 繼續跟他們交換的情況 所以呢 我們便繼續購買一下 我們稍後便回來了 OK啦 搞了一大輪 之後呢 我們便可以交換 Kobudice Ingrid 我們呢 可以交換兩個 即是呢 我們有9個Kobudice Nugget 我們呢 就可以這樣交換 然後變成一個Kobudice In 好 也好 即是我們有這個 更難拿 我們這個Shiny Metal 都是藍色 所以呢 都是非常難拿 Kobudice Ingrid 然後呢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哎呀 找回那個Kobudice Statue 出來 Statue of Kobudice Pration 就是這個 有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便掘一些石頭 我們便上來 隨便找一個位置 掘一些石頭 不不呢 它剛才有一個櫃 是Grafel櫃 我便上去掘一些Grafel 所以呢 我們便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我們就這樣掘下去 OK 然後我們便有一個位置 可以這樣看一看 看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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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位置 就放這個 Patreon 然後這樣放進去 我們便有一個Statue of Kobudice 啊 Groban Pration 但是呢 這個暫時沒有什麼用 但是呢 我們便把東西放進去 把這些沒什麼用的東西 全部丟走 這些全部是我們交換的東西 那便把這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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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堆這堆 全部丟走 OK 對了 然後呢 我們便要過來這裡開門 我們便過來這裡 看看那本Circle Magic的書 然後呢 我們便要把 這個Hobudice Pration 這個Statue 封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看看 我們便要圈圈摸法 Circle Magic 好了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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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Band a person in a circle to the statue 這也是很簡單的 Statue of Kobudice Beladonna Fowler Rose 還有 黃色花 即是黃色花和紅色花 我們有沒有 沒有 有沒有黃色花呢 花 有 還有 Rose 即是紅色花 紅色花 我們也有一個 再加上這個 然後再加上Beladonna Fowler Beladonna Fowler Beladonna Fowler 對嗎 我們便可以拿下去 把這個Hobudice Pration 封到我們自己做 封到我們自己做 封到之後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呢 封到之後 封到之後 這個東西便可以讓我們 再充電 隨時充電 我們旁邊 看到我們旁邊的 Infuse Power 那個電 即是說 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充電方法 而不用 用這部機器 然後再製製 什麼 Regeneration Potion 然後每次再充電 然後我看過 它還說 比我們可以有一個 非常強大的量 即是強大的量 可以做到 我們便 先站在一個圈圈裡面 然後便 將它這樣 將這堆東西 全部丟出來 按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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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把這個放在櫃上 然後先關門 不要讓它離開 然後把它放在神像 好像是神像一樣放在中間 看看我們有沒有石頭 還有一些石頭 我們就可以把神像放在中間 這裡 再放上來 OK 我們就有一個Statue of Horcoblin Patron 你看到好像是我的樣子 它應該會過來拜祭它 也不錯 然後我們應該可以有一個 叫做什麼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魔法可以使出 那些魔法比我們原本的魔法更厲害 但是 做Patreon的時候 也有些事情要注意 因為它就是假裝Patreon 就叫做Mock and Gold Mock and Gold 然後我們如果 虛擬得太厲害的話 就會引到它出來 然後我們就要打它 不過我就是想引它出來打它 也不錯玩 但我們先看看這裡 有一個位置可以再加強我們的功能 例如我們先看一看 我也忘記了我 要看一看 嗯 好的 但我想 好像剛才的 魔法 我們好像 未夠那麼多人 哎呀 好像未夠那麼多人 可以讓我們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 還未試到那個 Area of effect 即是 如果當我們平時這樣 我們剛才看到它的下距是一乘一 但如果夠多的話 它的下距會變成三乘三 甚至再多一點 會變成五乘五 所以呢 所以呢 也挺有趣的 那我剛才 我剛才 我不知道為何 我不小心打了那些 那些角色 它現在 好像想走來打我 看一看 是不是 對 他走來打我 然後呢 那些毛 就救了我 然後呢 但是呢 你看到呢 我在這個位置 就完全把那些東西 把它尾塊 把石像放在中間 然後 我放了一些水 然後呢 就是這樣一個 比較漂亮的花園 讓它們來購買 那也不錯 那也不錯 那我們就 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那下一集回來 我們看看 會不會再有方法 製作多一點 那些 看看有沒有方法 可以加強我們 這個村子的 或者我們可能 要再多建幾間樓 嗯 又建多幾間樓 因為我覺得 建了幾間樓 開始覺得有點嚴 我們看看會不會 有些新型 可以讓我們建造 那我們就 下一集再見 好啦 拜拜